那好,那我们想要知道说,那更长久的话呢? 那我们更长久的话,我们就今天早上有讲到,就是主要是数值的预报。 那是,我们有用几个方法,一个是气候法。 那就是过去,如果是这个路径过来的台风,那它的降雨,它的分布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不变,虽然是说这个台风会改变, 但是因为它地形不变的话,很多地形上面它已经锁定了你会降雨的主要的位置。 那所以这个气候法还是我们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参考。 那过去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相似路径的台风,那它的降雨会是怎么样的降, 那我们就会把它做,就是我们知道它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一个降雨的配合。 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就是用中止度的动力模式, 那它动力模式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讲到的这个动力模式, 那我们知道一个模式不够,我们要用细极的预报。 那这个告诉我们就是台风的路径的预报, 那它的台风中心登陆跟你录的时间,那它大概有多少的duration, 那它地点大概是在哪里,它持续多少时间, 那雨室呢,它什么时候开始增长,它持续多少时间, 那我们这个短期的预报方法呢, 它都会告诉我们一些,有一些,给我们一些参考。 那这是气候的预报法,气候预报法就是说, 你在假设说我已经知道说台风是在这个地点, 那它的降雨呢,从过去的统计而言, 它的降雨大概不是怎么按这个pattern, 那台风在不同的地方呢, 它的降雨的pattern大概是怎么样子, 那这是苏拉台风的一个案例, 我们会发现说,它果然是在北部的山区, 在依赖来新北的山区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事实上在花莲这一块, 它是一个空缺的三角, 我们就想,哎,为什么它这里有一个空缺的三角, 是因为这是一个气候值,气候值的话, 它必须要根据过去的,过去的观测, 过去的雨量观测来做,来做这样一个统计的分析, 那这边一个三角就比较说, 这过去根本这边做没有雨量站, 所以它根本没有值可以让你去做这样子一个推估, 那所以我们,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用这个短期预报, 我们用这个中止度动力模式, 做定量降水的预报, 就是当我们去run一个model, 就是去run一个模式的时候, 那它的路径呢,大概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那这一 round的路径, 它其实还蛮,就是偏差还蛮大的, 那它就是给我们一个参考, 就是说,当台风, 当台风开始接近台湾的时候, 它的降雨的黑冷, 大概会是怎么样一个增加, 比如说是在北部的山区, 在中部的山区,在南部的山区, 那它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加, 然后它的岩时大概有多长, 那它有没有可能会, 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到达好大雨的情况, 那它累积率量大概会是多少, 那都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 但是因为这个参考, 因为我们知道说模式的误差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还是主要是用了这个戏级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个是说到台风的一个个案, 但是晚上9点, 我们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我们就发现说晚上9点, 它已经有很大部分, 大概有8成以上的模式的member, 它都有打转的现象, 那事实上在前几报呢, 它就有某一些的member, 它已经有打转的现象,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说你现在晚上9点, 它大部分的都已经有打转的现象,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说, 它的打转的可能相当的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在这种预报的底下, 它做一个细极平均, 但是未来4、8小时, 未来72小时的这个细极的平均,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的降雨的区域, 那都基本上跟降雨的差不多, 那事实上它们对于花莲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降雨, 它都没有办法掌握, 那在这个member里面, 有某一些, 大概有三组, 它是有抓到这样的降雨, 但是它的量还是不够, 也是还不到说我们真正的降雨, 所以事实上降雨的监测还是相当的重要,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台湖务水中心所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细极预报的产品, 那这个是天平台湖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天平台湖,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以真正, 以国际的标准来说, 它算是一个很收敛, 就是在台湾这边会转弯, 会打转, 但事实上对我们台湾在做房单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说这个范围也是未免太大了, 所以我们在真正在做房单的时候, 还是不确定有什么, 不确定是相当的大, 但是我们会看到说, 它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报的结果呢, 还是做了, 就是跟我们之前所给大家看的, 就是说跟它的, 我们后来的降雨的情况, 还是相当的类似, 那这个降雨的情况, 我知道为什么拿着这一点, 就是说它的不管是哪一个预报, 它的降雨其实都不大, 它的降雨其实都不是很大, 平均下来只有两百多, 然后它这边每一个member加起来都只有三百多, 可是因为那时候有缩拉台风雨期间影响过台湾,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好像各地的政府都非常的紧张, 所以虽然天平台风在, 不管是气象局的预报,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动力模式预报, 或者这个台风水中心的这个模式, 戏击模式预报, 都告诉我们其实不会上很大的雨, 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房灾其实有很多的,